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理论是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简称SIP 这个理论是Joseph Rothfie在1992年提出的人际传播理论和媒介研究理论 他说过电脑界的交流和面对面的交流是一样有效的 我们可以透过网络获取对方的信息, 形成对地的第一印象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解释了没有非要言线索的在线人际交流 以及大家如何在网络界的环境中发展和管理人际关系 准备的 准备的 水 酪水 桃 黄的花 鸡蛋 油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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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yper-Personal Model包括传送者、接收者、渠道属性和反过这四个类别 这四个类别的特征就是减少了通讯的线索和潜在的二部通讯 并且促进了信息发送者的优化自我呈现 和信息接收者对发送者的理想化感知 传送者会有更多的自我揭示 并可以选择性呈现自己的信息 我们可以从影片中看到 Marinda和Rinus在网络上会更愿意讲关于自己的事情 和分享自己每日的心情 接收者会夸大对传送者的感知 将对方理想化 因为在网络上我们见不到对方的样子 就可能将对方想象得比他实际上要好 从而产生感上的满足 渠道的属性是指对信息的编辑 二部传播可以避免拖大问题 也可以给对方一个即时性 方便我们彼此交谈 就像Marinda和Rinus一样 Marinda在写paper期间收到Rinus的WhatsApp 就会立刻拿起手机回复 反饰强化了前三个类别 形成一种对传播的期待 不单止不会导致任何人疏远 而且可能会达到一些非常意外的 甚至是面对面交流都得不到的效果 无论是网络上沟通 还是面对面沟通 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都是困难的 因为要用长时间去维持 但是维持一段平稳的关系是值得的